膝盖滑膜炎积水怎么治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编卫国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骨科副主任医师 膝盖滑膜炎积水 目前在临床上也非常的常见 一般来说 这是以中老年妇女为主的一个疾病 当然像这样的膝关节 通常都会有一个慢性的损伤 在损伤之后 滑膜增生 然后分泌更多的滑液 就会产生关节的一个积液和积水 所以像这种膝关节 一般都是有基础性病变的 如果是比较轻微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些非载体的抗炎药物 如果是红肿发烫的比较厉害的话 我们也可以选用一些抗生素进行治疗 当然如果我们有这个条件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膝关节的磁工症 或者是做一个膝关节的穿刺 我们要确定它这个积水的原因 确定积水的种类 是哪一种的积水 有没有细菌 有没有感染 感谢您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�听